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 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 台湾移民一条龙 由专业顾问为你量身订造 由申请资格评估 安排投资项目 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 全程陪同 令你安心更放心 第四集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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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不幸地我们要回答关于瘟疫问题 大家都知道香港已经公布了 有一位人士,他有二度感染武漢肺炎 在他的息息公佈後,在歐洲荷蘭和比利時 都發現了有武漢肺炎,有病者,都是第二次感染 陳長雲博士,這個現象我相信未必是新事物 我自己這樣看,整個病情出現了那麼久 你說會不會有人出現了二次感染呢? 我又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問題就是說,現在這個二次感染 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有多久呢? 還有那個病者本身的狀態是怎樣呢? 他會不會依舊是那麼嚴重呢? 甚至乎如果是第二次感染的時候會致死呢? 那其實就出來那個訊息就會更加壞 你問我就是說,現在終於公佈了有二次感染 我就不會覺得太奇怪 因為先前,你說如果幾個月前我們講疫情的時候呢? 我們都看到冰島曾經出現了一個case 就是說一個病人自己本身體內出現了兩個不同病毒 主要的武漢肺炎病毒去感染 那就是說呢? 這些這樣的感染是可以比較麻煩的 但是當然大家關注的就是那個免疫力的問題了 那究竟這個免疫力的問題是怎樣呢? 現在出現了第二次感染 正式有這個學術論文發表了、公佈了 那就是,而且大家都是 叫做正式地注意到和認證到這個二次感染問題了 那之後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覺得呢,需要在這節裏講一下 是,好了,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那個二次感染呢? 它是否實際上是同一種東西來的? 還是有一點點變化呢? 那現在這裏,這裏又要了解一下了 譬如香港公佈這個患者呢 它是在3月的時候第一次感染 感染其中一個品種的一個武漢肺炎病毒 但是我們都知道了,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變種 它依然是武漢肺炎 但是在基因排列那裏有些是出現變化的 而且變化之後我們甚至乎知道呢 就是那個傳染性會高了很多的 現在這個比較厲害的病毒株 它就是由哈薩克、菲律賓 甚至乎現在去到馬來西亞、香港 都已經是非常之多這樣的病毒株了 這個就是因為它那個變異 就是那個完全是演化論出來的結果 一個變異出來的結果 那我感染了第一次之後康復 那出來那個抗體 可不可以幫我擋住第二個呢? 那現在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似乎不行 第二個是依然會感染的 會受到感染的,驗出來是陽性的 那香港的例子就是這樣的 那位仁兄就是他第二次感染的時候 基本上他是沒有任何病徵的 那沒有病徵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的免疫力夠好 還是真的都會受益於第一次感染呢? 那這個問題是值得問下去的 那而剛剛公佈荷蘭和比利時的情況呢 就是那位病者都是一些長期病患的人士 本身那個免疫力比較差 那他也都出現了一個第二次感染 那究竟他最後能夠克服得回呢? 就是譬如香港那個case 應該就是那位人士 他應該都如無意外都會好回來 接著就是康復的 但是如果萬一 未來出現二次感染之後 甚至乎病發程度是一樣 甚至可以更加嚴重的話呢? 那我覺得真正的憂慮就會來的 那我們如果見到這種現象 我們會不會說 就是當它類似一種感冒的情況呢? 即是感冒就是 你三個季節性就是到就有的 但是我不是說貶低那個 即是它跟感冒同一樣的致命性 它可能更加嚴重 但是那個模式那個pattern 就真的好像類似男性感冒那樣呢? 其實是相似的了 就是我們都知道那些季節性流感 就是你今年就算打了之後 那種針都不保你100%不中的 只不過就是說 他拿去年的來猜一下今年而已 而且這些東西是會犯法的 就是你去年病人之後 你不擔保今年你沒事的 就是那個免疫系統會忘記這件事 那這個只能說就是 我們自己的免疫系統 不是對於所有入侵的病毒 都可以有效地去克服去治理 那大家都很清楚的 譬如愛滋病病毒 本身就是一回這樣的事了 我們自己的身體免疫 不能夠完全去認得到它的 那現在就算這個武漢肺炎病毒呢 它似乎的變異都不是太快 但是似乎就是當它現在已經出現了變異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重複感染到人 那整個我覺得最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就說搞疫苗都還未出到來 那之後有疫苗可以到底多有效地幫我去 去終結這個武漢肺炎瘟疫問題呢 那就是現在開始就要正視這種疑似感染問題 但是如果以現在這個狀態呢 那我們是不是要預期 就是我們會受這個病毒困擾一個頗長的時間呢 應該會這樣說 都會比想像中長的了 尤其是對於一些不發達的國家 就是如果是以一個醫療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呢 那它起碼就是有一個最完整的一個社會制度 一個機器啦 去好好地記錄 還有去提供這些這樣的疫苗 那當然譬如說如果疫苗是好像是 譬如天花這些情況的 那你打一支針就終生免疫的 那基本上大家一出生就一起去打排隊再去打 那就叫做你只需要將整個人口去掃一次 基本上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但是現在呢出現了二次感染的情況的話呢 那就是說你打完疫苗呢 你的身體都有機會是會忘記了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那就是可能說隔九個月一年之後呢 你又是沒有了免疫苗 那就是說這個這樣的社會政府的機器 去安排這些疫苗呢 就不是一個one off的事件了 是一個源源不絕長期都要去保持住 那些人有免疫力的一個過程 就是你基本上以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那種這樣的程度呢 就是它雖然那個致命率和傳染率 沒有那個天花那些病毒那麼厲害了 那但是呢 就是我沒有條數去算一下 那可能你要預算這個社會都需要有九十幾百分之的人 去保持住有個免疫力 打完疫苗就有免疫力在那裡 你才能夠有效地去阻止到這個傳播 就是現在的情況就是說呢 疫苗都一定要打的了 而且都是要排隊一直要打的了 但是那個過程就是可能你要發覺 是整個社會整個機器 甚至是全球一起協作 不停地經過幾年的時間 有些人打完過了期 再要打多次這樣loop幾年 令到全球的人口呢 就是那個有免疫力的人口 是壓制到呢 長期壓制到在一個 譬如是九成或以上的一個比率呢 你才有希望能夠呢 趕絕了這一種這樣的病毒 如果綜合來看就是我們都不能靠某一種方法 去令到這個瘟疫系停止 我們可能是要綜合性的 舉例我們要在未來一日 只要保持那個社交距離 甚至戴口罩要經常清洗 再加上疫苗 我們才有機會將整個疫情系 在控制範圍之內 是否應該這麼說 我會這麼說的 始終去到 尤其是我想像得到 到了疫苗面世之後 我想整個世界都會出現了一種叫做 你要拿著一張針卡來過境的那種制度 我們知道香港人都拿著一張針卡就跟著一輩子了 但是現在可能說 你這張針卡就變成了你那個簽證要求的一部分 以後大家出出入入這樣 你要驗證到你的免疫力 那你就才可以自由地來往 口罩不口罩的問題 這個就真的可能出現在個別的國家 而且就是說因為那個疫情嚴重輕重的關係 就令到整個世界那種原本好像很 都以為很自由往外 大家好像不需要考慮些什麼就可以互免簽證那樣東西 就會經常受到騷擾 那這個就看到未來那個世界的轉變就會是這樣 就是有一些東西就會繼續去開放地去做 但是那個成本就不會好像以前那麼輕鬆 那那個疫苗那個開發方面呢 它是不是需要跟著那個 一直跟著那個病毒的變種去再去製造新的疫苗 正如那個季節性流感這樣 都一定會是的了 但是當然那個開發的那個時間 需不需要再找人去重複測試那樣東西呢 就正如好像我們現在季節性流感這樣 你都不需要再另外一個五年三年才能開發到的 那你只需要基於同一種的技術 那你就可以繼續去一年一年用同一種技術 去run一隻新的疫苗出來 就好像現在我們打的那些流感 那十幾架 十幾架那些這樣的數字 就一直這樣累積下去 但是你問我呢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去 就是是不是只是疫苗和大家戴口罩 這樣就叫做過一世呢 以後 但是其實我也都會再寄予在另外一種可能性那裡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都遺忘了的 就是那個特效藥 會不會都有一個比較有效的特效藥能夠發明出來呢 就是如果是有特效藥的話 你只需要證實了 你有個病徵一出來 兩天之內你已經吃完 沒事的話 無論你的年齡是比較大 比較小 一樣很有效地去撲滅了這個病毒的話 那我就看到就是說 叫做人的威脅才叫做去紓困 因為其實你說的那些月盈流感 都殺傷力不少的 每年都殺不少人 但是相比於現在的武漢肺炎來說 我們這些流感有針 那個針也都未必很有效 它的致命率也都不算特別低 但是始終就是譬如有特孕福這些特效藥呢 就令到大家那個生命的威脅就會少了很多 那現在其實我覺得長遠來說 那個焦點 未來又很需要回到藥廠 它能不能夠開發到一些有效治療 武漢肺炎的特效藥那一處 那現在我還沒見到那個 因為現在暫時那個輿論呢 都還是非常集中在那個疫苗那裡 因為大家都等著 希望有疫苗去得 反而藥物那裡 那個焦點就自從瑞德西偉之後 就沒什麼人再理了 但是你問我的話 最後你要徹底地去解決這個問題 始終都是需要疫苗和那個特效藥的配合才行 是啊 但是我想那個特效藥的開發本身就不同疫苗 它需要的時間是應該長很多的 那這樣說吧 看一下 有時候很好看一些的彩數 比如你看到如果香港大學 尤其是袁國勇教授他們團隊 他們那個方向 他們就不是搞疫苗的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開發一些廚房 而且去試這樣 當然如果幸運是有一些的廚房可以用現有的方法 來做一些雞尾酒療法 幾隻合在一起去產生療效的話 那其實就會快很多 因為不需要另外再做臨床測試 但是你說好像瑞德西偉一樣 又是先前開發定的 但是它都需要一個臨床的測試才能夠驗證到 它對於治療武漢肺炎的效用有多少 那這個就很看大家的彩數了 會不會有一些現存的藥 一些的處方 整成一些覆方已經可以足夠解決呢? 還是真的需要為武漢肺炎這隻病毒 去量身訂做一隻新的藥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需要那個時間就會長很多了 所以這裡就看我們那個彩數是怎樣的 但是事情經歷了這麼久 如果你現有的藥可以加多減少可以做到的 照計就應該出了了 就這樣說了 其實這件事我們在今集有另外一個話題 也都可以去介紹一下的 尤其是我們講到不只是用一種的成份 我們用一個覆方 一種覆合藥物處方的時候 都很需要去考慮一下 這些不同的覆合配方裡面的比例 那個控制是什麼時候需要給多少的 就是這個情況 我可以這樣假比喻了 就可能你如果有一天告訴我 治療這個武漢肺炎的藥物處方 原來也都好像需要好像中醫那樣的 你不是只看一次的 然後你是需要那個藥呢 那個裡面的輕重是隨著時間去改變的比例的 大家都知道了 去看中醫呢 你看第一次那一劑 和第二次去收拾你的劑可能一些東西 初頭第一劑一定是平和一點的 看看你測試一下你的反應是怎樣的 甚至乎就是說 就算之後你要收拾多幾劑的話 裡面那個比重都會隨著你的體質 是需要去調適的 這個就是中醫和西醫很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這裏可以說就是說 說不定對於武漢肺炎病毒 你如果需要用到這些複合處方的時候 那你一樣可以問一個問題 這些複合處方裡面不同的成分 究竟哪個什麼時候多些 哪個什麼時候少些呢 有沒有一個 就是這個問題是需要被解答的 那麼我們在另外一節又會講這個話題 其實就是講到就是說 接下來這些介入傳染病治療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可以參考一個比較科學的方法 來去制定這個治療的方案 對了 那我們的時間 第一節的時間剛剛好就到了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速及剛才我們提出這個疑問 就是究竟我們現在的物理學 或者其他的技術 有沒有辦法幫我們去調教到一個 最適合的配劑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